早安 弟兄姊妹 我多谢斯班带我们唱三首诗歌 都关于她的天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 天父在我们的信仰里面都很重要 因为她时刻都很爱我们 猜派她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 让我们能够认识她 更加知道她的爱是何等日大 所以今天都在分享神的说话之先 很想和大家都有一个祈祷 然后先开始今天在当中分享信息 我们一起有低头 天父献上感谢 你给我们有你宝贵的说话 更加让我们认识你如何爱我们 更加你愿意猜派你的独生儿子来到这个世界 使我们明白你的爱 求主继续祝福今天在当中分享你的说话 求你使用 也都让你的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和帮助 再次多谢你 听我们的讨告 以上的讨告奉主明求 阿们 上星期阿West传道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他分享一个很难忘的 黑骨铭心的经历 记不记得 就是遗失 遗失了一件很宝贵的物件 今天我想跟大家同样分享圣经里面 有关于失去一些故事 其实是一个比喻 这个比喻相信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这个比喻很特别 有三个故事在里面 这三个故事都是跟失去和寻找很密切的关系 第一个是失羊的故事 第二个是失钱的故事 第三个就是失人的故事 即是浪子的故事 相信大部分人对浪子的故事 都是一点都不陌生 听过很多很多次 甚至在当中 曾经都可能在这个故事里面 有很多不同的领受 但今天很想跟大家一起去思想 究竟圣经里面 怎样会将这三个故事 一个比喻 在当中摆在一起 以至在当中 耶稣如何透过这三个故事 一个比喻 在当中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首先很少请大家一起去读 《路加福音》十五章 一到第十节 我们先读这十节的经文 一 二 三 许多瑞利和罪人都挨近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塞人和民事私下以论述 这个人接纳罪人 又和他们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随有一百只羊 失去其中的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留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找到了就 欢欢喜喜地把羊干在肩上 他回到家里 请朋友和伦舍来 对他们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拜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二人 欢喜还大呢 同样拿一个妇人有十块钱 若失去一块 不点上灯 打掃屋子 细细地找 直到找着呢 找到了就请朋友和伦舍来 对他们说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失去的那块钱已经找到了 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 神的使者也事者让为他欢喜 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里面的比喻 我们不能够断章取义 更加要在当中去清楚 圣经里面上下文的意思 和在当中针对的对象 所以我们今天看这段经文的时候 更加要明白当时社会和文化的背景 所以比喻之前和之后的经文 都很重要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比喻之前 上文说些什么 在路加福音15章一开始的时候 耶稣说到有两班人围着耶稣 第一班人在第一节说到 是一班众的税吏和罪人 他们在靠着耶稣 听耶稣在当中的讲道 而第二班人说到一班的文士和法利塞人 他们看见耶稣和这班罪人一起交往的时候 心里面就很不舒服 私底下就作出了很多很多不同的批评 之后耶稣在第三节开始就说出这个比喻 原文比喻这个字是一个单数 所以后面那三个故事 其实是这个比喻里面的一部分 我们一起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塞羊的故事 耶稣在第四节里面在当中这样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塞去其中一只 不把者九十九只 留在抗野 去找那塞去的羊直到找着呢? 耶稣用了一个反问的问题 问当时的人 问他们说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失去了一只羊的时候 你会如何在当中处理的呢? 答案当然 当时的人很清楚 他们会如何在当中 去找放下我九十九只羊 找我失去那只羊 这个是他们平时都会在当中 很惯常在当中去做的一个行动 所以当他们找到的时候 就好像耶稣在第五、第六节里面说 找到了 他们就欢欢喜喜的 就将那只羊干在肩上 就带回家里面 和身边的朋友和轮舍 一起在当中去欢喜快乐 所以耶稣用了三次欢喜快乐 来形容牧羊人 找回这只羊的心情 那份很开心、很着弱 很想人一起在当中去分享 所以牧羊人不单止自己喜欢 很快乐找回一只羊 和身边的人一起去快乐 可见找回这个失去的羊 其实对牧羊人来说 是很重要很重要 之后耶稣在第八到九节 就说了一个失前的故事 若我们用今天的背景 来去理解这个故事的话 我们真的不要明白 妇人为什么这么紧张 要找回我一块钱 因为你今天 很少人不见了一元 可能会拼命去找 因为一元已经 怎样了? 不值钱了 不知道还可以买到什么 但故事所说的一块钱 其实是当时一个的银币 大约是当时工人一日的工资 虽然十块钱并不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 但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民来说 十块钱其实都是一笔不少的积蓄 除了钱币的价值之外 故事也提及当中的那个妇人 很可能这十块钱 其实是妇人压上一件的装饰品 这份装饰品是妇人在当时去结婚的时候 一个的嫁妆 或者一个定情的信物 故事在妇人的心目中 这份的装饰品被视为无价之宝 所以一旦不见了的时候 妇人一定会仔细 在当中去找回这一块钱 直到找到为止 所以当他找到这个失去一块钱的时候 他开心的程度 就像之前的牧羊人找到一只羊一样 会找朋友 好 轮舍一起在当中去分享 一起去欢喜快乐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不见了 后来找回很开心的经历 有没有这些经历仍然在你的脑海里面 我曾经听过一个见证 一位弟兄的妈妈未信主 他年纪也比较大 听过很多很多次的福音 一日弟兄发觉妈妈很优秀 因为妈妈不见了 那只结婚戒指 妈妈四位在家里找 找来找去都找不到 就好像耶稣给予了一个妇人一样 抄了整个家里都找不到一样 他想会不会被人偷了呢 打算炒了一个工人姐姐 但弟兄没有放弃 仍然陪妈妈四围去找 拆运整个家里 每一个角落 捉了他找了十次 都是找不到 弟兄建议未信主的妈妈 一起为这件事 求耶稣帮忙 在当中找回戒指 妈妈又将这个祷告 写在一张纸子里面 恐怕自己不记得 曾经向神立下这个祷告 所以后来弟兄继续和妈妈一起去找 你猜这次找到吗 找到吗 找到吗 为什么你知道的 你看见 是的 真的 其实真的找到 真的找到 找到 在哪里找到呢 其实就是在柜桶里面 一个针线袋里面 找到一只失去的戒指 弟兄妈妈非常开心 开心到和儿子说 耶稣真是厉害 可以听我的通告 帮我找到一只戒指 他说要信耶稣 所以儿子听到妈妈说 要信耶稣 心里面非常开心 开心到流眼泪 回来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个见证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其实失阳和失前的故事的讯息 是要讲些什么的呢 就是第十五章第七和第十节 两节里面都讲了 告诉我们 当你找回失去的东西的时候 你很开心 心很想找其他人一起去分享这个快乐 就好像一个罪人悔改一样 连天上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 为他欢喜 正如在2018年6月底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有一件轰动世界的事发生 就是泰国少年足球队失踪了9天 后来被发现 所有的家人 和世界各地的传媒 和首救人员 都为了能够去找回 这些少年人非常开心 开心的地步实在很难以凌用 所以大家看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觉不觉得这两个故事都很相似 失前和失阳 都是有共同的主题 都是跟失去有关 而内容也是跟失去有关 大致上的意思和里面的用词都很相似 都是讲到一个失落的罪人悔改 是一个开心快乐的事 如果是这样的时候 其实这段经文 是不是可以来到这里完结呢 不需要再讲第三个故事 因为第三个故事都是讲失而复得 跟之前两个故事大同小异 为什么耶稣还要讲第三个故事呢 究竟耶稣讲两个儿子的故事 跟之前失阳失前的故事 有什么关系呢 首先我们再一次读一下 浪子的故事 一起在当中读15章11到32字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 小儿子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他任意放荡浪费钱财 他好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失逢那地方有大饥荒 就穷困起来 于是他去投靠当地一个居民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草 他恨不得拿草所吃的豆甲冲击 也没有人给他什么吃的 他醒五个来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故宫 量食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对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他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甚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慈心 跑去拥抱着他 年年亲他 儿子对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伯仁 快把那上好的袍子 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带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的脚上 把那肥牛毒牵来宰尿 我们来吃喝庆祝 因为我这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他们就开始庆祝 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时 听见就乐跳舞的声音 就叫一个同伯来 问是什么事 同伯对他说 你弟弟回来了 你父亲因为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毒宰了 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 他父亲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你可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来没有 帮我一只小山羊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把你这个儿子和娼妓 吃干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毒 父亲对他说 而呀你常与我同在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而复活 生而复得的 以我们你当欢喜庆祝 相信大部分都听过这个故事 甚至可能因为这个故事 在当中去认识耶稣而信主 我们要明白这个故事真正的意思 我们首先必须要将 由先讲之前两个故事 加上这个故事 一起在当中去看 看看有没有一些地方是相似 要看看有没有一些地方是不相似的呢 不相似的地方呢 可能就是其中我们更加需要留意的地方 我们更加呢 这个地方更加是这个故事的重点 三个故事都是一个结构 就是失去沉回和欢喜 羊的失去 钱的遗失 世儿子的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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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金钱宴乐主义里面 离开了父亲的家庭 无论失去的东西 或者迷失的儿子 都能够在当中找回 都好像罪人悔改 那么开心快乐 相信大家都很明白 也都不会有什么意义 但是这三个故事的结果 其实这里曾经失去的东西 或者人物最终都能够找回 包括了失羊 失前都能够找回 世儿子也都最后回到父亲的身旁 正正是比喻当时十五章二节 耶稣接待一帮罪人的一样 至于失羊、失前的故事的结尾 都很相似 都是用了欢喜快乐 在当中作一个结语 而浪子的故事却有点不同 反而用了一个邀请大儿子入屋 在第28节里说 大儿子就生气不肯进去 父亲就出来在当中去劝他 在第32节里说 可是你这一个弟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所以我们你当欢喜庆祝 经文记载 大儿子在当时不肯进屋 一起去欢喜快乐 故事就停在这里 没有交代大儿子最终 究竟有没有进屋里面 这个未完的结局 可能要很想留给读者 在当中去思想 去想一想 究竟大儿子 究竟有没有最终回到家里面 和家人一起去欢喜法内呢 究竟大儿子最终有没有进屋里面呢 还是还是仍然都不肯进去 站在屋的外面 这个故事很特别的结局 会令到人有很多的联想 究竟大儿子代表哪一个呢 在失扬 失前的比喻里面 有没有大儿子这个角色呢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 那个对象是哪一个呢 就是当时一帮的民事和法理赛人 这帮人认为要维持纯正的信仰 其他人就要跟他们的标准 对于其他人不遵守神的律法 甚至他们标准的时候呢 他们会用一些鄙视的态度去瞄他们 认定他们是一些不极的罪人 不和他们在当中去接触 所以耶稣所讲的比喻 三脚的故事 都是要正正去针对法理赛人 这些错误的见解 我们继续看看浪子的故事 看看有没有地方是很不同的呢 在浪子的故事里面 跟头两个故事 有些地方不同 就是失阳失前的故事 看见有人是主动在当中去找这些失物的 但是浪子的故事 却看不到有人主动去寻找这个誓意子 为什么呢? 如果那三个故事是要表达相同的信息 这里会不会有些奇怪呢? 可能你会想到年老的父亲 那么老了 还要爸爸去找儿子 一定行得不方便 他只可以在门口里面 在当中去等这个小儿子回来 所以没有人在当中去主动去寻找这个小儿子 这个可能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呢 在犹太人的角度里面 他们的习族里面 他看这个故事却不是这样看 他们很清楚知道 尋找大小儿子的角色的责任 不是落在父亲里面 而是应该是那个大儿子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犹太文化里面 儿子的责任有保护家庭 要承担家里面的责任 他有责任去不顾一切 要找回这个弟弟 在旧约的时代 摩西五经 长子在家庭里面 可以得到双倍的产业 同样长子要承担的责任也会多了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在创世纪 哥仁和阿伯一对的兄弟 当哥仁杀了自己的兄弟阿伯之后 神就问哥仁 你兄弟阿伯在那里 原来大儿子有责任去看着自己的弟弟 但哥仁就说 我不知道 我何时要看守我的兄弟 怎么样? 所以对于犹太人来说 哥仁和阿伯的故事 是说的是哪个兄弟的守护者 并不是我们所想的一宗谋杀案那么简单 由此可见 大儿子是没有履行 他大儿子身份的责任 因为大儿子对自己的身份都已经迷失了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 请大家留意 在经文里面不断的 很多时候提及小儿子 对父亲的称呼 有很多很多次 在第十二节里面 他说到提出分家产的时候 他说到父亲 请你将我应得的给我 在第十七节 他醒悟过来的时候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量食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第十八节 他预备向父亲说话的时候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 第二十一节 儿子对他说的时候 对父亲说的时候 他说什么? 我父亲得罪了天 我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作你的儿子 从刚才的经文 从来没有给过一只小山羊 叫我的朋友一同的快乐 大儿子和父亲的对话 很明显 大儿子跟父亲的关系 出了一些问题 对话里面 没有说过父亲 只是强调自己 如何在当中中中心的服侍 又听话 服侍这个字 在原文的意思 是一个奴隶 在当中工作 所以这些说话 大儿子从来没有看自己 在家里面 在一个长子 只是看自己在家中 其中一个的奴隶 一个的故宫 所以用现代的说话来说 可能他心里面会这样想 我仆心仆命 为了打工这么多年 担什么都不偷吃 你没有打赏过我 使我和我朋友开派对 现在你这样去当中对我 反而你对你的小儿子 这么好 所以大儿子在里面 出了很多很多的 抱怨 很多很多的问题 所以甚至在三十节里面 去向父亲投诉 小儿子 吞他的家产 并称他的弟弟 为什么 理者的儿子 由此可见 大儿子同样是跟 弟弟的关系出了问题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儿子这番的说话 像不像家里面的长子 一点都不像 反而像一个故宫博人 他跟老板在当中投诉 没有那样 没有那样 你这样代博我 为报酬根根计较 最讽刺的是 之前小儿子 跟父亲分家产之后 失去了这个儿子命分 离开了家庭 花尽所有的金钱在当中享乐 后来变为一个穷肝胆 但当他醒不过来的时候 他想起父亲 不想饿死 就想起要回家 向父亲认错 愿意他承认自己 不配作这个儿子的身份 求父亲 当他是故宫去看待 最终父亲能够接纳他 回到家里居住 再次成为父亲里面的小儿子 但这个时候 在父亲身旁的大儿子 在家里面有身份 有地位 但原来他一直 都是当自己是爸爸的工人 没有想过自己是父亲的儿子 他看不到自己拥有的一切 只是看见自己没有的东西 这个是这个故事里面最讽刺的地方 一个做了故宫之后 记得自己是别人的儿子 希望能够尽力回到父亲的身旁 反而常常在父亲身旁 这个大儿子却迷失了 认为自己是一个故宫 忘记得自己是有儿子的身份 为什么会这样呢? 相信这个大儿子的迷失 并不是一夜之间这样发生 而是在他生命里面 一些焦点出了问题 我们会再尝试去看看 他对父亲的回应是怎样呢? 在第二十九到三十节里面说 你和我服侍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而你从来没有给我一只小山羊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 吃干了你的财产 他一回来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毒 大儿子生命的焦点 却是放在他的付出 和他很想得的回报身上 将自己的身份地位 和他所做的事 能够在当中摆在一起 他只是看见自己 为了父亲做了些什么 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 这两句话 大儿子都要强调自己 是做得多么好 你去衡量自己和别人的分别 自己应该在父亲的身上 得到应该有的回报 所以大儿子说出自己是多么忠心 多么听话 但是父亲怎样呢? 一只小山羊羔都没有给他 相反 小儿子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拜了父亲的身家 反而父亲却是为他摆设 一个满项全职 吃肥牛 所以大儿子其实心里很生气 很不满意 爸爸 为什么你这样去对小儿子这么好 大儿子误解了身份 是要做得好不好 是做得多不多 来在当中去衡量 但大儿子却不明白身份 他是一个的关系 正如他是父亲的儿子 他是小儿子的哥哥 也是小儿子的看守者 如果我们这样看浪子比喻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为什么大儿子没有主动在当中去找小儿子 因为应该找小儿子的人 都一样迷失了 小儿子过分去看重金钱而迷失 大儿子却看重自己的表现责任报酬而迷失 这个正正是福音书里面去描写 法利塞人和文士的写照 法利塞人在犹太历史里面原本不是坏人 在两约中间里面 法利塞人扮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去维护正统的犹太教 因为当时以色列被希罗 就是罗马统治的时候 犹太人不知不觉间 就受了希列文化的分途 有关宗教思想生活 例如慢慢已经偏离了原本的犹太人的文化 不再重视律法 所以不少的犹太人 慢慢已经失去了本身民族那种特色 甚至民族身份一起在当中失落 所以连说话语言不再讲希伯来文 反而开始讲希腊文 因此复兴犹太教的运动兴起 强调正统犹太教的教义、习族、礼仪 维护自己民族的身份 以免完全被其他外面的文化去同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 其实法利塞人本身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是 他们是当时耶稣时代的法利塞人 他们忘记了法利塞主义的原意是好的 他们为了追求别人 对他们的尊敬而做法利塞人 慢慢失去了做法利塞人真正的意义 而变成一个假冒为善 怪不止得耶稣在福音书里面三番四次 就骂这帮法利塞人是假冒为善 就好像马太福音23章27节里面说 好象粉色的坟墓 外面好汉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蔑 虽然是这样 这种律法变成成为清义 以为就可以得着永生 自以为义 盲目在当中高举一些传统等等各样的宗教仪式 他是忘记了信仰里面的本质 不再依从神和人之间那份的文药 作为人在生活里面的规范 将信仰变成一大堆要守的规条 令到信仰变得僵化 不再令人活得有自由 甚至要将各样的规条和遗传 要加在信徒的身上 提高标准令到人难以在当中去遵行 甚至在别人的面前要偎善 故要叫别人体见 去抬高自己的身价 博取别人的赞赏和尊敬 换句话说 他们要将这些信仰的规条 成为衡量人的价值和身份 慢慢将这些信条变成守的规条 信仰不再能够帮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 以致人无法面对每日的生活 信仰更加成为人的重担 一点都不能够让人得到轻散 所以耶稣去斥责这帮法利赛人 叫门徒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今天我们怎么看信仰呢 会不会我们在信仰里面也有一些危机 甚至将我们的信仰简化了呢 以为做了些什么或者说了某些说话 就代表我们是一个敬天爱主的基督徒 甚至有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自己都挺好的 可能我们每日都有灵修 有祷告 又参加不同的侍奉 三福灾陪 又做组长 又唱诗班 又做教会领袖 甚至很愿意成为别人的生命同行者 若果我们都有这样想的时候 我们要问一下自己 究竟是什么动力 驱使我们做这个事的呢 故事里面的大儿子 他都有做 法利赛人都有做 他都觉得自己不错 他都没有怀疑过自己做得不好 可惜的是他所做的却不是出于爱 只是满足责任 若果我们每日的独经灵修不是出于爱神 不是想去认识神 不是想去明白神的说话 那我们要好好在当中去反省 今天我们的信仰核心是什么呢 若果我们将全福音简化 只是要强调死后有永生 可能我们将基督教变成双品化 忽略了更加重要的信息 就是神要人爱他跟从他 恢复神和人那份的关系 当人跟随神的时候 神依女那份的身份 和永生就会随之而来 正如小儿子回到父亲身旁一样 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不能够本末倒置 正如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 他说你跟从我 耶稣对少年人的财主也说 你变卖一切的 你跟从我 所以一次证明 神看重人跟从他那份的关系 与神与人那份关系是很重要 耶稣没有跟人说 你要入天堂啊 你跟从我吧 或者你大富大贵啊 你就跟从我吧 耶稣没有这样说过 反而说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背起他的十字架 天天的来跟从我 亲爱的弟兄姊妹 但儿子却是想不通 在他眼里面 他没有家庭的关系 只有雇主雇员的关系 只有利益的关系 换句话说 这个是他身份里面一个迷失 他一切摆上 都是为了这个责任 为了得着这个产业的手段 跟爱他的父亲是没关系 跟世儿子是没关系 也看不到自己得着这些福气 虽然是这样 但是这位慈爱的父亲 却是不一样 他仍然很爱这个大乙子 仍然在当中很没有指责过他 他仍然很耐心的 在当中在第31到32节里面说 而你上和我同在 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 可是你这一个弟弟是死而复活 失而复得的 所以我们你当欢喜庆祝 短短两节的经文 我们看见这位慈爱的父亲 他有很多方面值得我们思想 父亲他肯定了这个大乙子和他的关系 第二方面我们看见大乙子 其实在父亲的身旁 其实得到很多很多的福气 却是这个的乙子看不到 第三方面我们也看见 父亲一切都是他 大乙子的身份 其实已经拥有了这份双倍的家产 讽刺是这个的大乙子 只不过当自己的故宫 第四方面我们看见 这个失落了的弟兄 能够再一次回来 我们应该是欢喜快乐 父亲明白大乙子的问题 指出了小乙子 的确确是你的兄弟 是跟你有密切的关系 鼓励大乙子都要一起 在当中去欢喜快乐 故事就停到这里 究竟大乙子最终 有没有进去和父亲 和小乙子一重欢喜快乐呢? 经文没有交代 但耶稣希望能够听见这个比喻的人 能够好好去反省自己的生命 然后在当中去作出决定 编写这个未完的结局 亲爱的姊妹朋友 在这两个故事里面 你对哪个角色有共鸣呢? 会不会是我们过去或者现在 生命都是曾经追求 一些享乐的主意 今朝有酒今朝醉 会不会我们都在经历这些挣扎 我们都很想像小乙子一样 回到父亲的身旁呢? 很想生命再一次去改变 不想像过往的一样 还是你好像大乙子一样 以为自己其实都挺好啊 很多东西都不错啊 至于到一个地步 却看不到呢 原来我们都需要去检视一下自己的生命 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盲点 我们需要在当中去处理的呢? 这个家庭有两个迷失的儿子 两个都放弃了自己的身份 世儿子因为追求享乐而迷失 离开了家庭 大儿子因为追求责任赞赏而迷失 忘记了自己应有的身份 今天我们身处在香港里面 面对工作的忙碌 面对工作或者侍奉都很忙 甚至再加上最近社会的运动 我们有没有可能在我们有时间 有时候不知不觉间 我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忘记了神给我们的使命 我们都在这些情况之下迷失了 但到最后 这位不慈爱的父亲 他仍然去爱这两个儿子 很努力去挽回这两个儿子 希望他们能够回到家 肯定他们 无论他们有多差 父亲也没有放弃 仍然称他们为儿子 跑去小儿子那里 抱着他 不等他说完那番说话 就接纳他回家 重新成为他自己家里面 宝贵儿子的身份 对于我大儿子 上上投诉父亲 没有给他什么 没有给他什么 父亲说了 你整日与我同在 我一切都是你 父亲向这两位儿子 同样作出呼吁 今天同样对你和我都这么说 父亲同样都在等我们对他的回应 我们一起祈祷吧 请大家一起低头的时候 合上你的眼睛 很想在我们座位安静的时候 很想问一下在座 有没有一些未信主的朋友 今天你听见今天的分享 你觉得生命里面 不可以像小儿子一样 这样去过着一些生活 你很想改变 正如好像小儿子一样被父亲的接纳 你知道过去都是曾经 做了很多令人伤心的事 甚至令到天父同样都是伤心 今天你愿意开放自己的心 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很想神的恩典和能力都覆避你的时候 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一些朋友 今天你很想在当中去信主 如果有的时候请你举一举手 让我可以为你祈祷 有没有 至于已经信了主的弟兄姊妹 你听完今天的分享 神对你有什么提醒 有没有一些地方令你心里面有扎心 会不会我们过往或者现在都好像大儿子一样 曾经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忘记了自己侍奉神目的的初心 甚至有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自己都有质疑 看不起其他人 很想大家在座位里面 将今天的立志 你的领受向神祷告 特别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 让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当中 能够不忘记神给我们一份宝贵的身份 我们跟天父这份很密切的关系 神给我们的教导 神给我们的吩咐 愿意我们都在座位里面 祷告的时候 向主在当中 去将你心里面所想的东西 跟天父在当中说 一分钟之后我担励大家一起祈祷 祈祷 去看见自己一些好的地方 但却看不见 原来我们都是有生命的盲点 求你亲自用你的说话 你的方法提醒我们 以致我们能够去学习更加用你的眼光 去看今天我们和你的身份 以致我们更加懂得 也听见我们每个向你的祷告 和呼求 愿你一一的垂听 所致多谢赞美你 以上祷告 今天是有生命的 我们期待能够去看 我我们就看见这些小伙子 也有好好的地方 我现在有机会 那边有什么样的 真正的小伙子 你一张都拥挤 你一个人的小伙子 你一张都拥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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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张都拥挤